伊拉克几丈夫坐在急诊室外抱头痛哭 一夜之间他失去了太太和一岁半的儿子 社群平台满满都是分享给亲友 属于他们一家三口的甜蜜时光 一岁半的儿子咬着奶嘴 还在牙牙学语 已经学会简单的词汇 伊拉克几的纪维亚是库德族人 高中毕业后他拿到俄罗斯土耳其与台湾的奖学金 因为台湾的产品在当地相当有名 因此他选择远渡重洋飞来台湾 就读中国医药大学药学系 他是我的教授的助理 助理吗 助理 助理 他是 他是 他超级常名的一个人 大二那年认识了太太 毕业后他们决定携手一身 婚后三年有了儿子 纪维亚目前在教英文 而妻子则是帮忙爸爸的事业 往返台中台北 死者父亲说 女儿对父母相当孝顺 经常嘘寒问暖 没想到走在爸妈线上 被公车撞上 和一岁半的孙子 双双没了命 华氏新闻林剑锋赵英光 台中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